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餐厅是一间意大利餐 就是我身后的这间Auto Pizza 在槟城呢 这间披萨店有两间分店 我今天来的是位于Diamma的这一间店 如果想知道里面都有什么美食 感兴趣的话就跟着我进去看一下吧 Let's go 这间餐厅呢 外墙是红色的 非常非常的显眼 餐厅的生意呢 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来了以后呢 要排队等一下位 餐厅的餐桌呢 有十几张小桌 还有一张非常非常大的桌子 餐厅总体的装饰呢 是比较简约的 最特别的呢 就是它以红色为主 有一片红色的墙 这里的外卖也非常的多 哇 这位 哦 赫萨厅啊 室内的红墙呢 用很多红酒来装饰的 它的餐排呢 很简单 只有两张纸 但是选择的食物还蛮多的 我的朋友呢 他在帮我点餐 因为我第一次来 这个是老板 这个是老板 说话中文 我会说一点点 啊 我会说一点点 餐厅的老板是一个很nice的帅哥 而且呢 还会讲华文 餐桌的餐桌纸 也是意大利队的球星 意大利的羊肉饭 这个非常好 谢谢 是老板介绍的吗 哈哈哈 他刚才问我 是不是羊肉 我都吃了 他刚才有一个羊肉 嗯 哇 好难 好香啊 嗯 嗯 香菜 还有香菜 哎呦 闷得很冷 哦 闷得很冷 哎呦 再来 闷得很冷 啊 刚才灌着多了 嗯 嗯 看你吃 哎呦 吃一下他的羊肉蒜 嗯 嗯 嗯 吃一下他的羊肉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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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意大利饭呢 就每一粒都很熟得很好 他的羊肉呢 也焖得特别软烂 很香很香 嗯 嗯 嗯 好吃 这个呢 是四种不同的起司做的 它的这一款呢 是用土豆 然后掺合这四种起司 一桌而成的 但是呢 它一点都不腻 它的土豆是一块一块的 它应该是先给它打成泥了以后 然后搓成了这种小丸子 和这个起司一起炖煮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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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它用手要拿上 这个用手 起司 它的皮非常的薄 非常的脆 能吃出来食材非常的新鲜 你跟美国都有一排饭吃 美国都有一排饭 好吃 披萨是热的 然后这个芝士是凉的 这个口感还蛮不错的 我吃披萨就比较喜欢加这个 这些披萨烤的特别棒 这间披萨店的披萨呢 我就已经吃完了 我们三个人呢 点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之前有吃东西 今天呢 特地来试一下他家的味道 总体来说味道是非常赞的 我们三个人 一共消费了是156块钱马币 有机会呢 大家一定要来试一下这间餐厅 喜欢这条视频呢 记得点赞订阅 你也可以把这条视频 分享给你的好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